大家好,我是Eason 好,我們準備開始今天的主題了 上集反應得不錯,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大家 今天我要開箱的是豬仔船釣 我第一次上豬仔船的時候 之後,我把所有魚勾綁法 所有的吊組問題 問過他一次 他亦都一一解答 沒有托手爭 豬仔是一個肯教人物的人 豬仔有一個水佬綁魚勾的方法 非常之快 如果大家有興趣,記得上去船 了解一下,發一下他的魚勾綁法 接著要講的是豬仔的魚鑊 豬仔的魚鑊是我坐過這麼多隻船裡 魚鑊最穩定的 大家有機會去到他的群組裡看 他應該都會跟我感受到一樣的感覺 再來就是豬仔很喜歡釣魚 有起魚釣上來,他可以通宵不睡 不斷釣也行 一個船家喜歡釣魚 我覺得是一個好事 因為他自己都喜歡玩 他絕對是會努力 趁他的全力去找些最好的位置給大家玩 之後到床位了 床位豬仔的船是非常之大 基本上每個人都有一個份位 不用怕很多份 火食方面 我覺得是維持生命餐 他會有杯麵和排骨飯給大家吃 一頓杯麵,一頓排骨飯 最近好像還買了氣炸鍋 如果大家有興趣上去 可以問清楚詳情 買些東西上去炸 一邊釣一邊吃就舒服一點 上豬仔的船 一定要講一下撈魚方面的事情 某些船是要你自己撈的 某些船是有魚童幫你撈的 某些船是在有人撈魚 沒有人撈之間 如果太大魚 豬仔會走過來幫你撈 如果小魚又中到啪啪聲 那你就要自己撈 自己撈是一個好處 可以學多樣東西 撈魚都有一定的技巧 如果大家去就要有心理準備 或者叫隔壁左右幫你撈也可以 如果爆起上來 因為真的很誇張 12個人一起起魚 基本上一個魚童和一個小豬仔 是搞不定這麼多人的 如果小魚大家有能力 就自己去學一下怎麼搞定它 最後我想說出外海 是否一定有很多魚 很多魚獲的呢 記得有一次出南遊釣魚 坐豬仔船 我們用搖籠釣法的豬仔 叫我們 我叔叔就聽豬仔說 一定要用手絲 你勾大蝦下去 結果他整天都沒有種過一條魚 世界在變 魚也在變 你下一兩年出南遊 和你今年出南遊的釣法 可能已經完全翻天覆地不同了 既然你出的那艘船 船家經驗一定比你好 我覺得如果你們是新手 一定要相信船家說的話 船家絕對不會害你 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想你釣到魚 那天的釣法是非常好的 我個人預獲超過十條魚 豬仔不停叫叔叔 轉釣組轉魚類 叔叔不聽 去到凌晨四五點的時候 才肯聽豬仔說話 最後 叔叔一轉釣組 立即中了一條魚 我亦都試過去南遊 我自己的釣組 跟所有人都差不多了 賴腳長度 所有東西一模一樣 但是就是旁邊左右 中到啪啪聲 只有我那個位置不中 那天我只釣了幾條雞魚 我也很不開心 但是釣魚就是這樣 包不包釣 其實有很多因素 水流、技術、運氣 幾萬樣東西加起來 缺一不可 千萬千萬不要覺得自己給了二千多元出去 就一定要釣很多魚 一定要釣到張紅魚 一定要釣到雞魚 釣魚是沒有一定的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釣魚的樂趣 接受打龜的失落 今集來到這裡就完了 多謝大家看到來這裡 有什麼問題可以下面留言問我 希望大家可以釣到心目中的魚 拜拜